战监女死死雷住怀孕八个月的肚子 之后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随即她在街口的自助鸡头如三枚硬币 得到十二和廉价安全套后 她便来到凤凰屋展介 这里往来的打工载数量众多 虽然客单价很低 但好歹成交率很高 不过当客人看到高亭的大肚子 还是担心会惹上麻烦 是不是怀孕了 是啊怀孕了 怀了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 不知道 看到客人犹豫不决的态度 燕子自知己有可能要跑单 索性自己降了降价格 最终以二十元的价格成交 虽然她操劳的一整夜 不过一千二百元的收入还算客观 每天几十单的频率 燕子已经无法推敲随时孩子的父亲了 关系好的姐妹劝燕子不如去流产 可出为人母她又舍不得 生下来了啊 其实对你是有害无利 为什么 一你要挣钱养自己对不对 二个你孩子生下来 你本来我们都是吸毒的人对不对 孩子肯定有点后遗症 其实依我的经验就是 最要不要成了孩子 其实我真的想了 生出来的 我真的想 她哪个家庭航啊 拿送去去也好 只要说卖了我真的不舍得卖 是实在的 燕子之所有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他们周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小红生了孩子无力未养 就转手送给了好姐妹白杰 白杰对孩子宠爱有加 于孩子而言 也算是个不错的归宿 小红也想尽尽做母亲的责任 可她手里又没钱 只能去超市偷东西 区区六十块的涉案金额 换来的却是五十个咬牙切齿的大嘴巴 而白杰的收入来源依旧是战阶 踏入行多年 甚至同龄人还在上初中的时候 她就已经能轻车熟路地讨价还价了 13岁就出来了 我下午还要读书 中午就跑 上午就跑了 是给人家带出来的 我们三个都是处女的 然后就三个卖个处女钱 就挤头了 他打扮精致在路边晃荡 遇到有一项的司机便上车 他在路上遇见了老鼠人 正是怀孕八个月的燕子 目前他的身体肯定是没法上工的 可毒引发作的痛苦又不容喘息 于是他想通过捧磁赚取毒字 不过这就是场拙劣的无上装表演 司机直接选择了报警 燕子坐在地上撒谱打混 嘴里嚷着肚子疼得要命 警察和医生也只能先带她到医院接受治疗 结果燕子不但一分钱没拿到 还套了几千块的体检钱 他就这样浑浑饿地混到了预产器 生产过程很顺利 只不过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毒瘾折磨 小孩也会放毒瘾 但是放毒瘾它不像你 你还有一点耐受力 它没有它可能就会心跳过快 会出现一些应急反应 就会可能抽筋 死人 心跳骤停 都会有比较严重的 如果你小孩不转而去做一系列的 阶段治疗 它可能就会惧发出现 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症 高昂的医疗费不是燕子所能承受的 她只能给孩子搬离出院 不过临走时医生通知她 每度检测结果为阳性 但凡有条件还是要接受治疗的 可她的钱全部都用来买面饭了 那还有钱治病 甚至她打算把孩子买掉 只是买家只出到一千块钱 这才导致双方没有贪妥 不过燕子还是找到利用孩子赚钱的方法 她给孩子编造了个悲惨的绅士 之后交给一个断臂残疾人 自己则坐在不远处 看着往来的好心人奉献爱心 凛冽的寒风吃红了孩子的脸颊 燕子像煞油解释的掉了几滴眼泪 没过多久 她还是把孩子低价卖了 可当买家知道那是个携带毒瘾和没毒 甚至不如直销厕所里出生的孩子 在伴随之前都要频繁去医院做阶段的孩子 她的命运又会如何 又有谁能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